哈喽大家好,我是戴尼去看非洲 上次这一片新建的房屋被推倒了很多 但是还剩了几家在这里 好几天没过来看了 今天过来大变样了 搞了个小卖部 相当于是个小酒吧嘛 外面打着这个棚 这两个大家也认识吧 上次欠我两只鸡的 这个是三个老婆 十二个子女的那一个 刚刚走在这里跟他们聊了一会儿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情况 顺便把这个鸡看今天他们就要回来 这里已经把这个修整好了 你看 这就是之前那个老板 上次不是说了吗 厕所的话一百万修的 一百八十万 这两个要做鸭子了 Give me for free ok 上次那两只鸡一直没要的 我们进去拍一下里面 ok tomorrow I cut eat 他们 不知道我们那边有没有鸭子 其实那种还有的 这个还是不错啊 其实这么大个房子 有个摩托车还是有点钱 搞了这么多饮料在这里 啊 big boss 哈哈哈 哎够inside 里面的话我刚刚看了一下 你看还有个 历史的冰箱 买一点 我会在这里喝一下 跟他们聊聊天 顺便把那个鸡骗回去 给他们刚好这里几个人都叫我 我请他们喝啤酒买了一点 这个人更厉害 拿着我这瓶饮料 哈哈哈 一下子把它撬开了 哈哈哈 刚刚撬开了 我还有一点吃惊 像他们这种饮料 咖啡的 咖啡没有黑咖啡 不知道什么的 一千五三块钱 像他们啤酒这样一瓶三千 差不多就是六块钱 当地的话也不便宜 还买了一点 等一下回去给同事 带几瓶 一人一瓶啤酒 还是比较高兴 说实话 前面这几个的话 经常打交道经常聊天 这还是可以的 嗯 都有摩托车的 所以说 也还算是 温饱小康家庭吧 经常看到我走路 会帮我烧一层的 刚刚这个 chicken chicken you probably christmas forforking me 125 又推到圣诞节 给我两只鸡 上次因为买地皮的 很多粉丝应该知道 还欠两只鸡 一直记着的 这边附近的这个鸡 应该就是 刚刚开店那个老板的 Big Boss 嗯 Big Boss 我几个用 那一个 刚刚他们问我 水骨架 因为经常看到水骨架 捕鱼的嘛 问我知不知道 我说肯定知道啊 我们经常一起去捕鱼的 刚刚说 啊 水骨架抠 没有 刚刚我跟他们说 我从中国买鱼网啊 然后交通费差不多 1 million 100万 差不多2千块钱 确实差不多那个数了 他们都不相信 飞行net transport 1 million 1 million 确实有点多了 不过反正 有的时候娱乐一下 还是有点收成 他们有时候也是 问水骨架要鱼 水骨架都说 是我的 没给他们 不过可能有时候会卖一下 突然想起来 上次买地的 就是找到他的老婆 然后他们两个是兄弟 Hell How to How to say Moko 可能就是舅子的关系 应该是大舅子 是他老婆的哥哥 这个顶着两副水 他们也叫我去拍一下 看一下 这里的鸡散养的很多 这小鸭子 还振这么多 You give me which one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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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看一下吧 这些房子的话 之前 砖房应该拆了都没建了 像这种土房的话 修整了一下 还继续在这里住 这个鸭子 好几斤吧 估计有七八斤 他们说只有四万块钱 八十不到 这鸡的话 三万左右 两万五 反正土鸡 这个确实是土鸡 之前也买过的 之前说十月底 要推到这些房子建铁路 应该也是推迟了 他们说明年三月份 看一下吧 前面那一块区域 这一片的话 也有很多鸡跟鸭 就是本纳德家里面的 上次给大家也提到过的 这是本纳德母亲 这个小卖部 前几天支援了她几十万 开展这个业务 看一下 这么大一堆木炭 也确实是加在这个生意上面的 加了一些 也加了一些 在里面 今天是本纳德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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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出去逛街去了 还是去干嘛去了 这小孩子打水的 这个就是社会家的摩托车 在家里面 刚刚跟她聊了一句 就没有出镜头了 前两天她也说 又抓到一条那种十几斤重的废鱼 卖了几万块钱 这两天 河里面的水太脏了 本来 准备一起去下网了 今天 太脏了就没下 等下点鱼 长点水 我们再去下网捕鱼啊 像之前那个地方的话 那一片屋子 有一段时间经常拍视频 大家应该也熟悉 还是可以的 现在警察也没有去干涉这一块了 但你居然开了个小卖部 还是要花点本钱的那一块 哈哈 社会家现在来了 我准备拍了就回去了啊 他想去玩点小鱼 然后就是挂鱼沟上面 没有鱼网还在这里的啊 之前买的那个鱼网 把饮料带回工厂 提在手上不方便 准备跟社会家去河边捕捕鱼 然后去下下鱼沟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介绍那里的情况 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的点击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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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